由全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举办的 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及个人表扬大会上 今年共有两位县市首长过班特殊体育贡献奖 分别是基隆市长林又昌和花莲县长徐征卫 代表林又昌市长出席领奖的副市长林勇发表示 一切成果都归功于基层体育推手 谢谢基隆市对体育的贡献 在林又昌市长上任以来 对基隆市所有的体育活动就不遗余力 也结合了公司大家各团体 不管从大型的活动以及我们各单项的体育赛事 都非常的投入 而且大家的各团体也都能够齐心尽力 让我们基隆成为一个体育非常好的一个城市 花莲县长徐征卫每年积极筹划各项运动赛事 培育优秀体育人才更吸引了观光人潮前来花莲 那在花莲其实我们从109年开始办全民运 111年办全中议 也是睽为17年才办全国赛事 所以在这四年间 花莲县对于体育运动的支持红红火火 而也是迈向全国运动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尤其是花莲又是我们国家培育运动学生的摇篮 欢迎大家来到花莲 大会感谢各县市受奖团体与个人的付出 让国内社会运动蓬勃发展 沈中文时代的桃圆城体育节表达大会 延长到现在67年 第一次来到花莲 也非常谢谢花莲县的习近卫县长 和我们汪景德理事长大力的支持 我们今天表达特别有两个奖 一个是我们的特殊体育贡献奖 帮给我们林又昌理事长 因为我们这几年全国建筑 开始办理在基隆我们理事长大力的支持 每年有将近三万多人 不管在我们的基隆的餐饮业 旅馆业都客满 特产品为基隆制造 最少每次办理这活动 有将近两千万的经济效应 而且我们的新住民 全国新住民 全国无意有的人在基隆办理 我们市长对这几年 市长在那里推动这么大活动 给我们基隆带了很多的观光效应 而且每年的海上常有很多的大活动 所以我们今天经济教育部 平整为特殊体育贡献奖 而且基隆市这次也很多的得奖 包括我们的很多省的会长 我们的建道 楼栗球 还有活力健康物 还有个人奖 有将近八位相关的项目在这里得奖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林市长 也祝林市长 为基隆体育贡献 得这奖是十字名规的 今天能参加他们的贡献奖 我感觉非常荣幸 体育有荣言 希望这个要带给所有体育者 体育付出的人 一直来共襄盛级 带给他们更健康更快乐 这边我特别感谢郑理事长 对所有基层有工人员的一个支持 那也谢谢这些基层的人员 对我们体育的贡献跟付出 出钱又出力 我相信我们的体育 在基层的这个带领之下 一定可以蓬勃发展 感谢各单位的努力 让基层社会体育的基础稳固 成为竞技体育突破成绩的最大支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导